Hello,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也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支持一下我这个频道哦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 今天的影片吧 Hello,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聊星座 那我们将要聊到的是 11月份的12星座运势 那11月份里面呢 其实星象是还蛮多样化的 只是这整个11月份当中呢 好的星象跟不好的星象呢 会是呈现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 所以大家有时候会觉得 你在某一个部分上好像很好 可是某个部分上的运势 好像就不太好哦 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 这个月的星象 这个月里面呢 11月8号呢 会有一个金牛座的月全时 那在台湾呢 大家是可以看得到的哦 记得抬头看一下哦 另外呢,在这个月里面呢 比较重要的形象还有火星逆行在双子座 那这个火星逆行在双子座的形象呢 基本上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1月8号 所以会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哦 那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会有比较突发性的一些言语暴力啊 或者是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呢 会突然有失控啊 或者是反差很大的情况 另外呢,在网路上容易会有很多失控的言论哦 所以会有很多问题突然沿上啊 比如说某一些人,某一些名人可能一直被攻击之类的 那火星逆行在双子座的时候 它是会有一种能量不平衡 或者是能量不稳定的一个情况发生 高的这种火星能量 或者是呢 突然衰减的火星能量 其实有时候都会导致某一些人 会有一些比较失控的举动啦哦 所以呢 在这段时间一直到明年的1月初呢 大家呢 都要稍微小心稍微注意一点哦 那因为火星的逆行呢 其实在11月里面呢 它还是会造成就是说 火星逆行跟海王星会有四分项的情况发生 那一样的在11月 大家还是要提防一些谎言 还有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交通事故 还有呢 就是火星和海王星的四分项呢 往往跟酒驾发生率会增加还是有关系的哦 所以大家也要记得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除了火星之外呢 11月24号呢 木星呢 在双鱼座的逆行也会结束哦 之后呢 木星呢 就会开始顺行哦 那我们一开始有说到过这个月里面呢 其实会有比较多的这个不良的形象哦 比如说呢 从11月4号一直到11月12号这几天呢 虽然时间不算是太长了哦 但是金星太阳水星呢 会和天王星还有土星星成T字三角 那还有呢 就是在11月30号一直到下个月初12月2号呢 会有这个水星火星还有海王星的T字三角 所以因为有很多的这个T字三角的行程呢 我们有讲到过T字三角 其实往往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些压力 或者是一些磨难 或者是一些阻碍哦 所以会让有一些朋友们在某一些的人生部分上觉得 好像特别的辛苦 那这个月呢 也还是会有良好的形象哦 所以你会觉得好像 人生在某一些方面上过得还蛮不错的 那有一些方面就比较幸福一点 那大家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感受 我会在今天的11月运势当中提醒大家 哪些部分要把握 哪些部分要特别的小心和注意哦 好的 现在请你拿出你的上升星座 还有太阳星座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在2022年的11月 蛇星座的你会有怎样的运势吧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上升太阳在金牛座的朋友们 首先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呢 金牛座的朋友们在这个11月里面呢 可以说是呢 从月中开始呢 升官运和求职运就越来越强哦 可以好好把握 但是这个月呢 你的敌人还有你的小人都是比较凶猛一点的 所以金牛座的朋友们要特别小心哦 那这个月里面呢 11月7号到11月27号呢 是这个月里面人员最好 贵客最多的时间哦 从事销售或业务工作的金牛座一定要好好把握 另外呢 是从11月15号一直到11月30号的这两段时间呢 都是金牛座的朋友们 升官运还有求职运最旺的时间哦 那这个月里面呢 需要特别注意的时间呢 是11月3号到11月17号的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呢 你的竞争对手呢 是相当强大的哦 而且呢 会带来比较明显的一个威胁 另外呢 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小人问题也是比较严重一点的哦 这些小人呢 会挑拨离间 比较容易造成你和主管之间呢 彼此会有不信任的情况发生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那对于上升太阳带金牛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这个月里面哦 11月10号到11月25号这段时间呢 大考还有征兆考试方面 考运都是相当良好的 记得多把握 其他的时间呢 大考还有征兆考试方面 考运都是中等平稳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对于上升太阳带金牛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11月份呢 是你很会赚的一个月哦 但是财务的遗失和损回几率是相对偏高的 这个月呢 正财运最好的时间是 11月15号到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 投资运最好的时间呢 是11月17号到11月28号的这段时间 这个又要特别小心的时间是 10月1号到11月15号这段时间哦 比较容易破财 遗失金钱 遗失财务 还有被偷被抢的几率 相对都是比较高一点的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身体健康 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呢 金牛座的朋友们在这个月呢 交通运是打至中等的 偶尔会有几天呢 交通运比较不好的时间 我也在一周运势的时候 提醒金牛座的朋友们 记得要来看哦 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这个月呢 11月1号到11月15号这段时间 健康运是比较差的哦 金牛座的朋友们 比较容易会有跌倒受伤 或者是发生雪光自在的情况 但是这段时间要特别注意你的喉咙 肩颈还有小腿的健康 如果有任何不舒服的话 记得要尽快就医检查治疗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桃花运的部分 那对于上升天下 在金牛座的朋友们来说 在这个月里面呢 珍爱来临的几率是相当高的哦 可是烂桃花出现的几率也很高哦 那这个月呢 在11月7号到11月27号这段时间呢 还没容易认识珍爱等级的好桃花哦 你有做的朋友们记得多把握 那如果你正在追某个特定对象的话呢 把握这段时间多努力一点 感情呢会发展的更快 也更容易开花结果 那这个月里面呢 11月3号到11月17号呢 但桃花是相当多的哦 要小心胜选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爱情婚姻 还有家庭的部分 那对于上升天下 在金牛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这个月里面呢 可以说是冲突比较多的月份哦 这个月里面呢 金牛座的朋友们 爱情婚姻最好的时间是 11月17号到11月28号的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 你和另外一半的性生活是相当美满 相当愉快的 日常生活当中也要记得 多用你的行动展现 对另外一半的热情 会让感情婚姻更美好 那这个月要特别小心的时间 是11月3号到11月15号这段时间 你的另外一半对你有比较多的一些挑战哦 也比较容易产生一些摩擦和冲突 沟通的时候记得保持理性 吵完架呢 也要记得各腿一步尽快和好哦 那家庭的部分上要特别小心的是 11月4号到11月17号这段时间哦 你的另外一半和长辈呢 是比较处不来的 尽量不要让他们单独相处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上升太阳带 双鱼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呢 双鱼座的朋友们 其实在11月里面呢 表现是相当良好的 升官运也很强哦 可是呢 双鱼座的你会感受到的是呢 有一些小人对于你的表现太好 还有你的升官运强势相当忌妒的哦 那这个月里面呢 上班族的双鱼座的朋友们呢 可以多把握的时间是 11月7号到11月27号的这段时间 工作运是相当好的哦 另外呢 升官运还有求职运最好的时间 是11月17号到11月28号的这段时间 那这个月里面呢 双鱼座你要特别小心的时间 是11月4号到11月17号的这段时间哦 这段时间呢 小人是相当嫉妒你的 要特别提防小人设下的陷阱 还有障碍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那对于上升太阳 在双鱼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这个月里面呢 大考还有证照考试方面 考运最好的时间是 11月的16号到 11月27号的这段时间 那另外呢 是从11月3号到 11月15号这段时间呢 大考还有证照考试方面 考运是比较不好的哦 要特别小心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那对于上升太阳在双鱼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这个月呢 是正财运的很好 赚钱顺利的一个月 可是被开发单的几率也比较高一点哦 这个月里面呢 正财运最好的时间呢 是11月17号到11月28号的这段时间 那这个月要特别小心 有时间有两段哦 11月1号到11月15号这段时间呢 是不动产方面相关的买卖运势比较差的时间 另外呢 在11月3号到11月17号的这段时间呢 是比较容易破财的哦 你的车子你的手机比较容易发生损毁 另外呢 是在这段时间呢 你也比较容易被开发单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身体健康 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呢 双鱼座的朋友们在这个月里面 交通力最差的时间是 11月3号到11月15号的这段时间 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11月1号到11月15号这段时间呢 比较容易发生撞伤头部 或者是雪光之灾哦 另外在这段时间也要特别注意你的胸部 还有胃部的健康 有任何不舒服的话 请尽快就医检查治疗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桃花运的部分 那对于上身体上的双鱼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这个月呢 是属于好桃花多 烂桃花很少的好月份哦 这个月里面 从11月7号到11月27号呢 好桃花都很多 单身的双鱼座可以多认识一些新朋友哦 那如果你正在追某个特定对象的话呢 把握这段时间多努力呢 感情会有更明显的一个进展哦 那这个月里面呢 烂桃花出现在你身边的几率呢 基本上是比较低一点的哦 偶尔会有几天呢 会有烂桃花出现 我会在一周运失的时候提醒双鱼座的朋友们 记得要来看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爱情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那对于上身体上带双鱼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呢 可以说是相处相当开心相当甜蜜的一个月份哦 你的另外一半会带给你相当多的稳定感 还有幸福感 那这个月里面爱情婚姻最好的时间是11月7号到11月27号的这段时间 双鱼座的你可以多安排一些约会 或者是和另外一半一起出门走走 都会让你们之间的感情更甜蜜 在家庭方面上呢 双鱼座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的是11月1号到11月15号这段时间哦 你和长辈是比较出不来容易吵架的时间 尽量不要和长辈单独相处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上升太阳带射手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呢 射手座的朋友们在这个11月里面呢 有很多的贵客 但是小人也还蛮多的哦 所以在这个月里面经营人际关系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小心谨慎哦 那这个月里面呢 人员最好贵客最多的时间是11月15号到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 充许销售或业务工作的射手座朋友们 记得要好好把握 这个月里面要特别注意 小心的时间是11月3号到11月15号的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呢 小人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哦 口识是非也是比较多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那对于上升太阳带射手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这个月里面哦 11月18号到11月29号呢 你的大考还有证照考试方面 考运都是相当良好的 其他时间呢 大考还有证照考试方面 考验都是中等平稳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那对于上升太阳带射手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这个月呢 正财运是相当强的哦 可是前半个月破财机率也是比较高的 这个月呢 正财运最好的时间是11月10号到11月28号的这段时间 自己开店自己当老板的话 是一山清隆的哦 另外呢 在11月7号到11月27号这段时间呢 你的不动产买卖运势也是相当棒的 那这个月要特别小心的时间是11月1号到11月17号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呢 家用品家具家电损毁的几率是比较高一点的 另外呢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是有做的你被开发单的几率也是比较高的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身体健康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这个月里面呢 是有做的朋友们交通运最不好的时间是11月4号到11月17号的这段时间哦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呢 11月1号到11月15号这段时间呢 要特别注意你的胸部、胃部、肾脏还有腰部的健康 如果有任何不舒服的话 要尽快就医检查治疗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桃花运的部分 那对于上升台我们在射手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桃花运真的很好哦 这个月呢 很容易遇见真爱等级的好对象 而且烂桃花呢 也不太多哦 是个一定要好把握的月份 那这个月里面呢 11月15号到11月30号呢 都有机会认识真爱等级的好桃花 射手座的朋友们 记得多去认识新朋友 那如果射手座的你是正在追求某个特定对象的话 记得把握这段时间多努力哦 感情发展会更快速 也更容易开花结果 那这个月呢 烂桃花不太容易出现在你身边 欧人呢 会有一些烂桃花出现 我会在一周运势的时候提醒射手座的朋友们 记得要来看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爱情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那对于上升太阳在射手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11月份呢 你看另外一半呢 是沟通还蛮良好的一个月份 只是你的另外一半偶尔啦哦 会发生一些臭脸 一些跳针的情况 会让射手座的你呢 有点小小的受不了哦 那这个月里面呢 爱情婚姻运最好的时间是 11月15号到11月30号 就是后半个月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你和另外一半沟通呢 是相当良好相当愉快的 另外一半相当的热情 会带给你很多的乐趣哦 可以多安排一些约会或小旅行 会让你们之间的感情更好 那这个月里面呢 射手座的你要特别注意的呢 其实这一整个月里面哦 因为火星逆行的影响 另外一半有时候呢 会突然心情不好会臭脸哦 那只要射手座的你多一点耐心 和另外一半好好的沟通呢 其实问题自然就可以解决 在家庭的方面上 这个月里面呢 11月1号到11月15号这段时间 你的另外一半和长辈 是比较除不来的哦 尽量不要让你的另外一半 和长辈单独相处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在巨蟹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巨蟹座的朋友们在11月呢 工作运是先低后高的哦 那前半个月呢 小人士比较多一点的 要特别担心哦 那这个月里面呢 上班族的巨蟹座的朋友们 可以多把我的时间是 11月17号到11月28号的这段时间 工作运很好 那这个月要特别小心的时间 是11月1号到11月15号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呢 有一些小人士相当难搞的哦 也会带给你不少的麻烦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哦 那对巨蟹座的同学们来说呢 这个月大考还有正招考试方面 考运是相当好的哦 从11月7号到11月27号呢 考运都很棒哦 其他的时间呢 大考还有正招考试方面 考运呢都是中等平稳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那对于上升太阳 在巨蟹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呢 其实财运是属于好坏参半的哦 这整个月呢 你的正财运杂志都是中等的哦 那投资运最好的时间呢 是11月18号到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 偏财运还有中奖运最强的时间呢 则是在11月7号到11月27号的这段时间哦 那这个月里面有两件事要特别注意哦 在11月3号到11月17号这段时间呢 投资运方面是比较不好的 另外在11月1号到11月15号这段时间呢 你比较容易破财哦 被偷被抢或者是被开发单的几率 都是比较高一点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身体健康 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这个月呢 巨蟹座的朋友们 交通运是大致中等的哦 偶尔会有几天呢 交通运比较不好的时间呢 我会在一周运势的时候 提醒巨蟹座的朋友们 记得要来看哦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11月1号到11月17号这段时间呢 健康运是相当低迷的哦 要特别注意你的心血管 医疗排泄系统肝脏还有脚部的健康 如果任何不舒服的话 一定要尽快就医检查治疗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桃花运的部分 那对于上升太阳载巨蟹座的朋友们来说 在这个11月呢 桃花运是相当极端的哦 真爱等级的好对象 和很低劣的烂桃花 其实都还蛮多的 所以具有做的 你要睁大眼睛好好挑选哦 那这个月里面呢 从11月10号到11月25号呢 都是真爱等级好桃花 容易出现在你身边的时间 记得多把握 那正在追求特定对象的巨蟹座朋友们 记得把握这段时间多努力哦 你和这个对象之间感情的发展会更加的神速 更容易开花结果 那这个月里面呢 烂桃花比较多的时间呢 是11月3号到11月15号这段时间 一定要细心挑选 把不好的对象给剔除掉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爱情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那对巨蟹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11月份呢 你和另外一半的相处是相当甜蜜的哦 可是呢 勾引你和诱惑你的力量 也都是很强的哦 这个月里面呢 11月7号到11月27号呢 是爱情婚姻最好的时间 你和另外一半相处呢 可以说是相当开心愉快的 另外一半呢 比之前几个月呢 更主动更热情哦 记得多陪伴你的另外一半 多安排一些约会 或者是一起出门走走 都会让你们之间的感情更好 那这个月要特别注意的是 11月3号到11月15号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呢 勾引和诱惑呢 都是相当直接 相当强烈的出现在你身边的哦 巨蟹座的你呢 晕船几率是有点高的 请一定要拒绝 这些主动送上门的不良对象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带狮子座的朋友们 在这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呢 对于上班族的 试子座朋友们来说呢 这个11月哦 是属于前半个月比较疲劳 比较辛苦 但是后半个月可以享受 成功果实的一个月份 那试子座朋友们呢 在这个月可以多把握的时间 有两段哦 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 11月10号到11月25号这段时间呢 是工作于很好的时间 那如果你是同事销售 或业务工作的话呢 11月18号到11月30号呢 是你人缘很好 很容易遇到贵客的时间哦 那这个月里面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呢 是11月3号到11月17号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压力是比较大 也比较疲劳一点的 你的主管 你的客户要求 其实都还蛮多的哦 加上竞争对手也很强势 会让试作人力觉得压力还蛮大的哦 接下来呢 是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那对于上升太阳载 狮子座的同学们来说呢 这整个11月哦 你的大考还有正教考试方面 考运大概都是中等平稳的 有重要考试的话 记得多加油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这个月呢 财运呢 是先低后高的一个月哦 后半个月财运是相当好的 那整个月里面呢 是做了你正财运 大概都是中等的哦 投资率最好的时间呢 是11月16号到11月28号的这段时间 财运中奖运最好的时间呢 是11月17号到11月28号这段时间 不动产相关的买卖运势最好的时间 是11月18号到11月27号的这段时间哦 那这个月呢 前半个月呢 11月1号到11月15号呢 投资运势比较差的哦 11月3号到11月17号呢 是不动产买卖运势比较不好的时间 最后呢 从11月1号到11月15号呢 是比较容易破财的 尤其是呢 你很容易遇到一些诈骗哦 被诈骗的几率是很高的 要特别当心诈骗集团的话术 千万不要被骗咯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身体健康 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诗骗座的朋友们在11月呢 交通运势打至中等的 如果会有几天交通运势比较差的时间 我会在一周运势的时候提醒诗骗座的朋友们 记得要来看哦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11月1号到11月15号这段时间 健康运势比较低迷的哦 诗骗座的你呢 容易有受伤或是雪光之灾的发生 那这段时间也要特别注意你的复刻 还有泌尿排泄系统的健康 有任何不舒服的话 一定要尽快就以检查治疗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桃花运的部分 那对于上升太阳带狮子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这个11月哦 桃花运是先低后高 可以说是逐渐上扬的一个月份 那这个月里面呢 桃花运最好的时间是 11月15号到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 很容易遇见真爱等 记得好桃花 记得多把握 如果诗子座的你正在追求某个特定对象的话 把握这段时间多努力 感情发展会更加的快速 更容易和这个对象开花结果 这个月里面要特别小心的时间 是11月3号到11月17号 那桃花出现在你身边的几率是相当高的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爱情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对于上升太阳带狮子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前半个月问题比较多了哦 后半个月呢 可以说是越来越甜蜜 越来越开心 这个月爱情婚姻运最好的时间是 11月18号到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 你和另外一半之间的沟通是越来越良好的哦 加上是做的你相当的浪漫 记得多利用你浪漫的能量哦 多安排一些约会 或和另外一半一起出门走走哦 让你的另外一半呢 可以把前半个月累积的不满和压力给释放出来 那这个月要特别小心的是11月3号到11月17号这段时间 你的另外一半压力是比较大的哦 相当容易有焦虑的情况 也容易发脾气 需要是做你多体谅 要记得多关怀一下你的另外一半哦 在家庭的部分像11月3号到11月17号这段时间呢 你的另外一半和长辈是相处比较不好的 容易吵架 尽量不要让你的另外一半和长辈单独相处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上升太阳在水瓶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呢 水瓶座的朋友们在11月里面呢 其实会面临到的压力是相当强大的 但水瓶座的你呢是很棒的哦 能够展现出很强的工作能力表现也不错 那这个月里面呢 水瓶座的上班族朋友们可以做把我的时间 是11月7号到11月27号的这段时间 那如果你是重新销售或业务工作的话 可以多把握11月17号到11月28号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呢 贵客很多人员很好哦 那在11月7号到11月27号这段时间呢 升官云和球智云都是很旺的 一定要多努力哦 那这个月里面要特别注意的呢 是11月3号到11月17号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呢 你的主管是比较难搞的 而且要求还蛮多的哦 会让水瓶座的你觉得压力还蛮大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那对于上升太阳在水瓶座的同学们来说 这整个11月呢 你的大考还有证教考试方面 考运呢 大概都是中等平稳的 有大型考试的话 记得多努力一点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那对于上升太阳在水瓶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前半个月财运是比较低迷的哦 后半个月财运其实是蛮强的 那这个月呢有几段时间可以多把握哦 11月7号到11月27号这段时间呢 正财运是相当强的 如果你是自己开店当老板 自己做生意的话 生意很勤隆 11月16号到11月30号呢 是投资运最好的时间 偏财运中奖运最好的时间呢 是11月15号到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哦 那这个月呢有几件事要特别注意哦 11月1号到11月15号呢 是投资运比较不好的时间 11月3号到11月17号这段时间呢 不动产相关的买卖运势是比较差的 另外呢在11月3号到11月17号这段时间 也比较容易破财 你的家具 家电或是家用品损坏的几率都是偏高的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身体健康 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这个月里面呢 水瓶座的朋友们 交通运势打至中等的 或者会有几天交通运比较不好的时间 我会在一周运势的时候提醒水瓶座的朋友们 记得要来看哦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4月1号到11月15号这段时间 健康运势比较差的 要特别注意你的喉咙 血液循环 还有心血管的健康 有任何不舒服的话 要尽快就意检查治疗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桃花运的部分 那对于上升太阳载 水瓶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前半个月呢 可以说是烂桃花比较多的时间要小心 后半个月呢 好桃花是蛮多的哦 那这个月里面呢 好桃花比较多的时间是 11月15号到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 那如果你正在追某个特定对象的话 把我这段时间多努力 感情呢 是会有更快速的发展的哦 另外在这个月要特别小心的时间 是11月1号到11月15号这段时间 烂桃花是很容易出现在你身边的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爱情 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那对于上升太阳载水瓶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前半个月你和另外一半的相处 是比较无聊一点的哦 后半个月比较有趣一些 这个月呢 从11月15号到11月30号呢 你的爱情婚姻都是相当良好的哦 水瓶座的你记得呢 在日常生活当中和另外一半多一点亲密互动 多安排一些约会 多一起出门走走 感情热度会持续加温哦 在家庭方面上 水瓶座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的是 11月3号到11月17号的这段时间哦 水瓶座的你和长辈是比较出不来的 容易发生吵架的情况 在面对长辈的时候 记得保持理性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上升太阳在天平座的朋友们 在日常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呢 天平座的朋友们在前半个月呢 工作是比较不顺利的哦 后半个月工作运呢 是比较好 表现是比较棒哦 那上班族的天平座朋友们 可以多把握的时间呢 是11月16号到11月27号的这段时间 工作表现是很好的哦 那这个又要特别小心的时间 是11月1号到11月15号的这段时间哦 工作上障碍是比较多一点 出错率也会比较高哦 工作的时候呢 天平座的你记得要更小心 更谨慎一点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学业 还有考试的部分 那对于上升太阳在天平座的同学们来说呢 这个月里面 大考还有证照考试方面 考运最好的时间是11月的16号 一直到11月的30号 那这个又要特别注意的呢 是11月1号到11月15号这段时间 就是前半个月呢 大考还有证照考试方面 考运是相对比较低迷一点的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那对于上升太阳在天平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这个月呢 是你很会赚的一个月 但是你也很会花哦 这个月里面增强运最好的时间是 11月7号到11月27号这段时间 自己开店当老板自己做生意的话 生意很兴隆哦 投资运最好的时间是 11月18号到11月30号 偏财重奖运最好的时间是 11月15号到11月30号 另外呢 不动产买卖的运势最好的时间是 11月10号到11月25号的这段时间 这个要特别注意的事情有两件哦 从11月3号到11月17号呢 投资运都是比较不好的 比较容易破财的时间也是11月3号到11月17号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呢 你的购物欲望是很强的 而且花费呢也是相当多的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身体健康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呢 天平座的朋友们在这个11月份当中呢 交通运势打至中等的哦 为了会有几天交通运比较差的时间呢 我会在一周运势里面提醒天平座的朋友们 记得要来看哦 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11月1号到11月17号这段时间呢 健康运势相当低迷的哦 天平座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你的喉咙 肠胃消化系统 泥尿系统 还有肝脏的健康 有任何不舒服的话 一定要尽快就意检查治疗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桃花运的部分哦 那对于上升太阳的天平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呢 其实桃花运是相当极端的哦 可以说是好坏餐饭的一个月份哦 那这个月里面呢 好 桃花比较多的时间呢 是11月15号到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 如果你正在追某个特定对象的话 把握这段时间多努力 感情发展会更快哦 那这个月里面呢 烂桃花比较多的时间是11月3号到11月17号这段时间 一定要小心胜选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爱情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那对于上升太阳在天平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前半个月你和另外一半吵架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哦 后半个月呢 记得多花一点时间 好好经营一下感情和婚姻哦 那这个月呢 感情婚姻最好的时间是11月15号到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呢 爱情婚姻是一天比一天更好的 生活当中记得多一点亲密互动 多安排一点约会 或者是和另外一半一起出门小旅行 都会让你们之间的感情更好哦 那这个月要特别注意的时间呢 是11月3号到11月17号这段时间 天平座的你将由于很强很爱吃醋哦 对另外一半呢 也会有比较多的怀疑 也因为这样呢 和你聊另外一半呢 是比较容易发生争吵的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 是上升太阳在牧羊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呢 牧羊座的朋友们在11月呢 可以说是升官运 求职运都很强 可是前半个月呢 问题是稍微比较多一点的哦 那这个月里面呢 上班族的牧羊座朋友们呢 可以多把握的时间是 11月10号到11月25号这段时间 那你的升官运 还有求职运追往的时间 也是11月的10号到11月25号这段时间 那这个又要特别小心的是 11月1号到11月15号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呢 口识是非是比较多一点的 小人也比较多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那对于上升太阳 在牧羊座的同学们来说呢 11月17号到11月28号的这段时间呢 你的大考还有证教考试方面 考运是相当良好的 其他的时间呢 大考还有证教考试方面 考运大致是中等平稳的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那对于牧羊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其实后半个月呢 财运会比前半个月来得好一点哦 那这个月里面呢 其实整个月赠财运大概都是中等的 投资运最好的时间是11月18号到11月27号的这段时间 可是这个月里面呢 11月3号到11月17号是属于投资运比较不好的时间哦 另外呢 一样是11月3号到11月17号这段时间呢 被诈骗的几率呢 也是比较高的哦 要当心诈骗集团的话术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身体健康 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你要做的朋友们在11月当中 交通运最差的时间是 11月1号到11月15号这段时间 开车骑车要特别小心安全哦 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11月1号到11月17号这段时间 要特别注意你的鼻子 喉咙 肺部 呼吸系统 还有泌尿排泄系统的健康 有任何不舒服的话 一定要尽快就去检查治疗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桃花云的部分 那对于上升太阳在牡羊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呢 其实是属于桃花人员比较淡薄一点的哦 好桃花跟烂桃花出现的几率都不是很高 偶尔会有几天呢 会出现的时间 我会在一周运势的时候 提醒牡羊座的朋友们 记得要来看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爱情 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对于上升太阳在牡羊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其实这个11月份可以说是相当甜蜜 相当幸福 在床上很愉快的一个月份哦 从11月7号到11月27号呢 其实你和另外一半之间呢 可以说是性生活相当美满 相当甜蜜的哦 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火热激情的互动 感情是相当好的哦 最像我们看到的是上升太阳在双子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呢 双子座你在这个月呢 表现是还蛮不错的 可是小人呢 对你可以说是羡慕嫉妒恨哦 会带给你很多的问题 那这个月里面呢 上班族的双子座朋友们 工作表现最好的时间是11月7号到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 求职运还有升官运最棒的时间呢 是11月7号到11月27号的这段时间 那这个月里面呢 双子座的朋友们要特别小心的时间 是11月1号到11月17号的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呢 双子座的朋友们 你比较冲动一点 容易得罪你的主管 面对主管呢 说记得要保持冷静哦 另外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小人问题也是比较严重一点的 要特别小心小人设下的一些陷阱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对于上升太阳载 双子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这个月里面呢 11月8号到11月30号呢 你的大考还有证照考试方面 考运都是相当良好的 那这个月要特别小心的呢 是11月3号到11月17号哦 大考还有证照考试方面 考运是比较差一点的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那对于双子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这整个月里面呢 正财运还有投资运都还蛮强的 可是破财几率相对是比较高一点的哦 那这个11月里面呢 11月7号到11月27号呢 双子座的你正财运都是很好的 自己开店自己当老板 自己做生意的话 生意很兴隆哦 那这个月呢 投资运最好的时间是 11月10号到11月25号的这段时间 那这个月呢 双子座的朋友们要特别小心的是 11月4号到11月15号这段时间哦 这段时间呢 破财几率是相当高的 容易是金钱财物 被偷被抢 被开发单的几率也是比较高一点的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身体健康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双子座的朋友们在11月份呢 交通运是大致中等平稳的 偶尔会有几天交通运比较不好的时间 我会在一周运势的时候 提醒双子座的朋友们 记得要来看哦 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11月1号到11月17号这段时间呢 烧烫上发生的几率 相对是比较高一点的 使用火焰和高温污品 要特别小心安全 这段时间 健康也是比较低迷的 请特别注意你的头部 牙齿 肠胃消化系统 肝脏 还有脚部的健康 有任何不舒服的话 一定要尽快就医检查治疗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桃花云的部分 那对于烧生太阳在双子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后半个月桃花云是相当棒的哦 一定要好好把握良机 这个月里面呢 11月17号到11月28号这段时间呢 珍爱等级的好桃花很容易出现在你身边哦 双子座的朋友们记得多把握 那如果你正在追求某个特定对象的话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记得多努力一点哦 感情发展会更快 更容易呢 有开花结果的机会 那这个月呢 其实烂桃花出现的几率是不高的哦 偶尔会有几天会有烂桃花出现的时间 我会在一周运私的时候 提醒双子座的朋友们记得要来看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爱情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对于上升太阳在双子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呢 可以说是爱情婚姻很好的一个月份哦 也是你被呵护的一个月 从11月17号到11月28号呢 你的爱情婚姻都相当的好 另外一般是你的贵人 会带给你好的财运和甜蜜的感情生活 记得热情婚姻的另外一半 也要记得多听另外一半给你的宝贵意见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上升太阳在天蝎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呢 这个月里面哦 天蝎座的朋友们呢 其实你的沟通能力是很强的 而且呢 贵客是很多的哦 只是你的敌人销售段比较多一点哦 那这个月呢 如果你是从事销售或业务工作的话呢 表现是很好的哦 从11月10号到11月25号这段时间呢 你的人员是很棒的 而且呢 贵客很多 可以说是业绩长红 那这个鱼要特别小心 特别注意的时间呢 是11月3号到11月17号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呢 你的竞争对手呢 有比较多的心机 也有比较多的一些手段 天蝎座你要小心应付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那在这整个11月当中呢 天蝎座的同学们呢 在大考还有证教考试方面 考运大概都是中等平稳的 如果有重要考试的话 记得多努力一点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那对于上升太阳在天蝎座的朋友们来说 11月份呢 你的财运是很旺的 很会赚哦 可是前半个月呢 投资运比较不好一点哦 这个月里面呢 天蝎座的朋友们正财运最好的时间是 11月17号到11月28号的这段时间 如果你是自己开店当老板 自己做生意的话 生意是很兴隆的 投资运最好的时间呢 是11月6号到11月30号 偏财运中奖运最好的时间是 11月7号到11月27号 不动财买卖运势最好的时间是 11月15号到11月30号 这个月呢 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呢 是11月1号到11月15号这段时间哦 投资运势比较不好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身体健康 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呢 这个11月里面 天蝎座的朋友们 交通运势大致中等等 偶尔会有几天 交通运比较不好的时间 我会在移住运势的时候 提醒天蝎座的朋友们 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11月1号到11月15号这段时间呢 天蝎座的朋友们 健康运势比较差的哦 要特别注意你的胃部 心血管 还有泌尿排泄系统 健康 如果有任何不舒服的话 一定要尽快就医检查治疗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桃花运的部分 那对于上升太阳 在天蝎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这个11月哦 前半个月 烂桃花很多要胜选哦 那这个月里面呢 桃花多的时间呢 是11月7号到11月27号的 这段时间 单身的天蝎座 记得多把握 如果天蝎座 你正在追求某个特定对象的话 记得把握这段时间多努力 感情发展也会更快 那这个月呢 11月1号到11月17号呢 烂桃花是比较容易 出现在你身边的 天蝎座的你要记得 小心胜选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爱情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那对于上升太阳 在天蝎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前半个月 小吵架会比较多一点了哦 后半个月呢 感情会一步一步慢慢回问哦 这个月里面呢 爱情婚姻最好的时间 是11月15号到 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哦 在性生活方面 是相当愉快的 生活当中 也会有更多 火热激情的亲密互动 你和另外一般之间的 感情婚姻热度 可以说是与日俱增哦 也适合多安排约会 或一起出门走走 那这个月要特别小心的时间 是11月3号到 11月17号这段时间 天蝎座的你 很容易为了一些生活上的小事 和另外一半发生吵架 沟通的时候 记得保持理性冷静 在家庭方面上 11月3号到 11月17号这段时间呢 天蝎座的你 还有你的另外一半呢 和长辈之间相处 都是比较出不来的 容易会发生吵架的情况哦 和长辈相处的时候 记得保持礼貌的安全距离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在 摩羯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呢 摩羯座的朋友们 会觉得前半个月呢 问题是比较多一点的哦 后半个月在职场上呢 可以说是一天比一天更顺利 这个月里面呢 上班族的摩羯座朋友们 表现最好的时间是 11月的16号 一直到11月30号的这段时间 那这个月里面呢 人员很好 贵客很多 从事销售或业务工作的摩羯座 要多把握的时间是 11月的7号到11月的27号这段时间哦 那这个又要特别小心的时间呢 是11月1号到11月15号这段时间 口声是非是比较多的 和同事之间沟通也是比较差的哦 在工作上会有比较多的障碍和状况 我会做的朋友们在工作的时候 也要特别小心仔细一点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那对于摩羯座的同学们来说 这个11月呢 你的大考和正教考试方面 考运大家都是中等平稳的 有重要考试要参加的话 一定要多努力一点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这个月里面呢 摩羯座的朋友们呢 正财运是比较强的 可是投资运是比较不好的哦 这个月里面呢 11月15号到11月30号呢 是摩羯座的朋友们 正财运最好的时间 如果你是自己开店当老板 自己做生意的话 生意很新龙哦 这个月呢 有两件事要特别小心哦 11月3号到11月17号这段时间呢 投资运是比较不好的 另外是从11月1号到11月17号这段时间呢 破财几率是相当高的哦 可以说是12星座当中 破财率最高的一个星座 很容易遗失金钱 被偷被抢的几率 也是比较高一点的 一定要好好保管贵重的财务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身体健康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某个座的朋友们在11月里面 交通运最差的时间是 11月1号到11月15号的这段时间 开车骑车要特别注意安全哦 身体健康的部分上呢 11月1号到11月15号这段时间呢 雪光灾灾发生的几率是比较高一点的 另外在这段时间呢 也要特别注意你的肺部 呼吸系统 肠胃消化系统的健康 有任何不舒服的话 一定要尽快就医检查治疗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桃花运的部分 那对于上升太阳在 摩羯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这个月里面呢 其实桃花运是好坏残版的哦 记得慎选对象 好桃花比较多的时间是 11月10号到11月25号这段时间 如果你正在追求某个特定对象的话 把握这段时间多努力一点呢 感情发展也会更快 那这个月里面呢 11月3号到11月17号呢 烂桃花是比较容易出现在你身边的 要小心胜选对象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爱情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对摩羯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呢 爱情婚姻认真的不算好哦 这个月里面呢 你遇上强烈的勾引和诱惑的几率是 相当高的 可以说是12星座之冠哦 要记得千万不要晕船哦 在这个月里面呢 11月3号到11月27号这段时间 几乎就是一整个月了哦 你有相当多的邀约 有相当多的聚会哦 陪伴另外一半的时间呢 基本上就已经是比较少一点的 加上呢 在这些聚会上呢 想要勾引你的对象呢 都相当直接 数量也是还蛮多的哦 会让摩羯座的你呢 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哦 那遇到这些勾引和诱惑的时候呢 记得一定要拒绝掉哦 多留一点时间 陪伴另外一半呢 会对你的感情婚姻 比较好一点的哦 最后呢 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在处女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呢 接下来这个月呢 对处女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是表现很棒 升官运 求职运都很旺的一个月 可是呢 在口舌是非上呢 也是比较多一点的哦 那这个月里面呢 上班族的处女座 表现最好的时间是 11月15号到11月的 30号的这段时间 那这个月里面呢 如果你是从事销售 我业务工作的话 记得多把握 11月7号到11月27号的这段时间哦 那升官运好求职运的部分上呢 从11月15号到11月30号呢 你的运气都是很好的 那这个又要特别注意的是 11月1号到11月17号这段时间哦 口舌是非是很多的 你和同事和主管之间的沟通 比较长出状况 在说话之前 一定要想清楚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学业 还有考试的部分 那对于上升太阳在处女座的同学们来说 这个月考运真的不算好哦 11月3号到11月17号呢 你的大考和征照考试方面 考运都是相对比较低迷一点的 要多努力哦 那其他的时间呢 大考还有征照考试方面 考运大概都是中等平稳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金钱 还有财运的部分 那这个月里面呢 春雨座的朋友们财运是很好的 也很会赚哦 可是你收到罚单的几率 也是相当高的 这个月呢 从11月15号到11月30号呢 你的正财运都很好哦 自己开店当老板 自己做生意的话 生意很兴隆 投资运最好的时间呢 是11月10号到11月25号这段时间 偏财运中奖运最好的时间 一样是11月10号到11月25号这段时间 不动产买卖的运势最好的时间 是11月17号到11月27号的这段时间哦 那这个又要特别注意的是 11月3号到11月17号 比较容易破财 你的手机你的车子发生损毁的情形 或者是呢 被开发单的几率 相对都是比较高的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身体健康 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呢 这个11月里面呢 11月3号到11月17号呢 是春雨座的朋友们 交通运最差的时针 开车骑车过马路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小心安全哦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11月1号到11月17号这段时间呢 健康运是比较低迷的 春雨座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自己的牙齿 肝脏 肠胃消化系统 肺部 还有呼吸系统的健康 如果有任何不舒服的话 一定要尽快就医检查治疗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桃花运的部分 那这个月里面呢 其实对于上升太阳 在春雨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桃花运是属于好坏残板的哦 品质相对比较极端 要小心仔细的胜选对象 千万不要太快晕船哦 那这个月里面呢 真爱等级到好桃花容易来临的时间是 11月7号到11月27号的这段时间 处女座的朋友们可以把我这段时间多去认识一些新朋友 任何于正在追某个特定对象的话 把我这段时间多努力 感情发展会更加的快速 和这个对象也很容易感情开花结果哦 那这个月里面要特别注意的时间是 11月1号到11月15号这段时间 烂桃花比较容易出现在你的身边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爱情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那对于上升太阳在处女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前半个月和另外一半发生争吵的几率 相对是比较高一点的哦 后半个月呢 感情运呢 是比较好一点的 这个月呢 爱情婚姻运最好的时间是 11月16号到11月27号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 你和另外一半之间的沟通会越来越好哦 感情婚姻互动上也会越来越甜蜜 如果前半个月有发生一些不愉快的话呢 其实后半个月可以安排一些约会或小旅行 会让你们之间的感情呢 更快的回问哦 那这个月要特别小心的时间是 11月1号到11月15号这段时间 你和另外一半呢 其实会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比较不一样啦 爆发争吵的几率也是比较高的 沟通的时候呢 一定要记得保持理性哦 千万不要太激动 在家庭方面上 10月1号到11月15号这段时间 你的另外一半和长辈呢 是比较出不来的哦 比较容易发生吵架的情况 尽量不要让你的另外一半和长辈 单独相处哦 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这边结束咯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还有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